二次霸向时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 主动退休的王安石 过上了难得的闲事生活 那么过去宰相关口的王安石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退居南京的宁相公 又为什么喜欢骑驢呢 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21集 可怜人间四月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安石二次霸向之后 虽然他自己反复推辞 但皇帝宋神宗还是给他保留了宰相的待命 便依然对他的生活高度关注万般关心 然而王安石却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老人 过一种平凡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 王安石远离了政治纷争 走进了社会民间 基深于寻找百姓 寻找到了他想要的另一种生活 那么这个曾经位高权重的退休宰相 是怎样和普通百姓打成了一片 四月天 敬请关注 王安石过生日的时候 神宗专门派他的女婿蔡便 王安石的女婿蔡便 给他送去很重的礼物 给他送了什么礼物呢 金花的银器一百两 两匹宝马 黄金镀的银安配一副 还有一百匹的衣着 非常感激 王安石对他 可是这个神宗还是想让他发挥作用 好几次都派人催他 让他去江宁府去上班 王安石死活不去 神宗是很想用他的 也很想关心他 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很能说明 这有一次 王安石的夫人吴氏 他的弟弟 我们就叫他小吴 知道他名字也对我们没什么用 这小吴因为一件事情 跟当地的一位官员 发生了点矛盾 年轻人年轻气盛 在公开场合就骂这个官员 这个官员 倒也没太在意 可这官员的上司不高兴了 派了两个兵丁 就跑到这个王安石家里头 来抓他 抓这小吴 这俩人到了客厅这大喊大叫的 吵吵嚷嚷 王安石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正要出门 走到门口一看 在这喊 问是怎么回事 人家也不好好说 还是那么喊 王安石给气坏了 把这俩人给轰走了 结果 这三位官员知道惊动了王安石 他们不知道 小吴跑到王安石家里头去 惊动了王安石 觉得很不合适 不管怎么说 也是原来的老宰相 三个人就到王安石的府上来 跟他解释 王安石是何许人也说 这事情过去就算了 是不是 我们家小吴做的也不好 本来就没什么 王夫人呢 是不大高兴 王夫人在屏风后头就说 说我们家相公 现在是不当彩相了 手底下的人呢 都跑完了 可是也不至于 还没人敢到我们家里来抓人 是不是 你做得太过分了 老太太发点牢骚 也就算了 巧了 这一天正好是神宗派了一个侍从 到南京来看王安石 目睹了这一切 回去就给神宗说了 神宗气坏了 当即下令 把这三个人全罢免了 有点过了 对不对 不问缘由 但是这种冲动 很能说明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感情 王安石已经在改革变法当中受了巨大的委屈 蒙受了很大的压力 他不愿意让已经退居在家的王安石 再经受什么精神上的打击 他很想爱护他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 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安石 他给自己修了一间屋子 叫半山园 这半山园啊 不是一超级house 也不是一大别墅 什么都不是 就是几间很普通的房子 外头连围墙都没有 外头一看啊 跟个旅馆一样 为什么叫半山园呢 因为这个园子 它距离江宁的城 七里 距离中山的主峰 七里 正好在中间 所以叫个半山园 这半山园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算是个文物吧 算是个文物遗存 叫谢公敦 就是小土包 为什么这么叫呢 就是东径的时候 谢安宰相和大书法家王羲之 曾经在这个地方啊 看风景 可能就是蹬在这小土包上 就叫谢公敦 谢公敦正好在半山园里边 王安石啊 这俏皮劲就出来了 写了一首诗 说 我名公字 偶相同 我无公敦在眼中 宫去我来 敦属我 不应敦性 上回宫啊 什么意思 说我这个谢公敦了 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 我还给这敦子上修了个亭子 叫谢公庭 我的名字跟谢安是一样的 他叫王安石 谢安的自安石 叫谢安石 说我们俩名字 很巧合的一样 可是呢 现在你的那谢公敦呢 就在我们家 千不该是万不该 已经是我的敦子了 为什么还叫谢公敦呢 他应该叫王公敦呢 哎 你看 较真 开玩笑不是 后来人家开玩笑说 王丞相在朝中争心法 退居乡也争谢公敦 退休后的王安石 不但在住所上 要求简单 非常简朴 在外出时 也致皇帝的照顾与服务 只喜欢与民同色 完全把自己 当作普通民众 那么 为什么说 他真正的 放下了宰相的身份 他特别喜欢的交通工具 又是什么呢 他享受着宰相的待遇 出去你想 是吧 坐个宝马车 坐个奥迪什么的 也很好理解 坐个什么挤人大轿 也可以 王安石不弄这个 出去骑头驴 别人说你可以坐轿子 说 我怎么弄人来代替畜生呢 是不是 不能这样干 王安石骑驴有个规律 他骑着这头驴 前面有个牵驴的小卒 给他牵着 驴到哪 他到哪 牵驴这小卒到哪 他到哪 骑在驴上看书 驴要是停下来了 不管是停在寺庙门口了 停在一村子门口了 或者停在谢公敦那了 他就下来 看书 淫湿 出去呢 就带几个烧饼 饿了呢 就吃烧饼 肯定不是带一两个了 自己吃的差不多了 剩下这烧饼呢 就给这小卒吃了 小卒吃的剩下了 就给驴吃了 非常的随性 知道吗 任运自然 走哪算哪 他做了这个 到了这个江宁啊 住在这半山园里 就变成一个真正的老百姓 怎么说他变成老百姓呢 前面不是说了吗 把那个三个人给罢免了 神宗就觉得不方便 我得找一个能照顾他的人 就把他的弟弟王安上 调到南京做官 就进照顾他 这天啊 王安是骑头驴啊 进城办事 突然没想到 王安上 出城办事 古代官员出城要办事 或者出去的话 要扫街 要进街的 对不对 老百姓要退币的 都退下去了 王安是一看 我也退吧 是吧 别给我弟弟添乱了 跟那一般老百姓 就退到一老百姓家里头 在人家里头待了一会儿 没想到 人家这老太太正好出去买药子 身上有病 王安是说 你也别买药 我身上带的有药 我给你点药得了 老太太说 这都不好意思 哪是白拿药的 现在药这么贵 是不是 那帮大夫开的药都挺贵的 一物换一物 我们家有些麻线 我给你 回去给你老婆 她肯定高兴 她说 挺好 回去给我老婆看看 我老婆就喜欢这个 你看 官来了 她也退避了 跑在那屋里头 拿药还换了一缕麻线 我也不知道她老婆看这麻线 不知道这麻线从哪来的 我们还记得原来跟王安是一块从事改革变法 有一个宰相 叫陈生枝 这陈生枝 后来也不做宰相了 到地方做官 离南京不远 陈生枝跟王安石有救 就想到南京来看看 来了 坐着航母就过来了 是吧 那个阵势是非常的宏伟 王安石身体不太舒服 生病 就像两个人 抬了一小轿子 这轿子的名字叫什么 叫鼠尾轿 老鼠的尾巴 就说这轿子特别小 你知道吧 微型小轿子 坐这轿子 让人抬着 呲呲呲呲的 就抬到江边上 那位爷不是坐船过来吗 就停在这炉尾档里头等他 这航母开过来了 太大了 这掉头难 褶半天褶半天 半天靠不了岸 都过了好长时间 这才下来跟王安石见了 陈生枝算什么 王安石名气比他大多了 是不是 给国家贡献也大 陈生枝一看 呲您坐着老鼠尾巴来 这会儿点不太好意思 回去的时候 说别喊 悄悄地把航母开回去算 有点惭愧 不摆谱 他有能力摆谱 皇上也会让他摆谱 不干这个事 我们前面说了 王安石是个淡泊名利的人 这个什么叫淡泊名利 就是说因为那个名和利 是个位置 他不到那位置上 他没法干大事 对不对 但不等于说 他喜欢那个东西 对他来讲 做宰相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不做宰相 你没法调动力量来搞改革变法 对不对 如果我不做这个了 我就是王安石 我不是王相公 我也不是什么别的人 他在江宁交了不少的奇怪的朋友 有一老头叫于秀老 特喜欢开玩笑 王安石跟他交情不错 有一次于秀老就跟他说 说我想当和尚 王安石说很好 想好了 说我想好了 去当了 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和尚文凭也不好弄 都不能当个花和尚 不能当个野和尚 对不对 这文凭我没钱 你帮我弄一张 王安石说可以 王安石给他买了一张文凭 约好了什么时候一块去替脑袋的 等了很多天没消息 王安石找他就说 怎么回事 还内什么不了 这位爷爷看他说 忘了跟你说了 我后来考察了一下 和尚也不容易做 我把那文凭给卖了 我欠人这酒店好多钱 还钱了 王安石一听 看来我还是太单纯了 竟碰上这种竹 这俞秀老喜欢佛法 经常跟王安石到寺庙里去 有一天下午 两个人去了豹宁寺 还是坐骑驴去的 到了豹宁寺 王安石累了 就睡着了 这俞秀老也没客气 骑上这头驴 跑到另外一个法门寺去了 王安石醒来了以后说 这什么人呢你 你信佛呢 你偷我驴 不行 你得赔偿我 余老师 我怎么陪你 王安石说 写首诗吧 让我听听 看过关不过关 余秀老不含糊 写了一首关于松树的诗 王安石看了看 写的好 骑了我的驴 财情渐长 退休后的王相簿 从来不歪谱 当年的妞相簿 完全变样 那么生活中的王安石 还会有什么样的 让人难以想象的作为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文 他一生致力于理的研究 所教课程甚受清华学子喜爱 他就是清华大学彭林教授 一个血脉中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如果是人的一生当中把灵魂管住 管不住这灵魂就要出窍 彭林教授即将登临百家奖谈 为您讲述中国理智精彩 一定在学哦 不学你就也哦 说你富而不贵哦 那么什么是理 中国礼仪和西方礼仪的差别在哪里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 理给我们现代人的胸火 能带来帮助吗 2011年国庆长假 百家奖谈将为您轻情推出系列节目 彭林说林 敬请关注 他原来在做政治家的时候 是雷厉风情的 眼里不揉沙子的 现在啊 你满眼都是沙子 他都不会坑气 为什么呢 这就是日子 这就是平常的生活 对不对 他没那么多原则 没有原则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活得很自由 所以我刚才说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啊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这个人啊 见不得别人穷 老想搭把手 当地啊 有个姓佛的 穷秀才 姓吴 吴秀才 这吴秀才啊 有事没事的 王安石家里头来 怎么办呢 给他打扫打扫卫生啊 给他擦擦地啊 什么的 拖拖地 干这些事 我估计也是王安石给他一些报酬 有一次啊 正在这打扫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就把脸盆架子上这毛巾给掉下来了 他把脸盆架子上这毛巾给掉下来了 他不是捡起来 王安石说 这么着 毛巾送你了 拿回去 这小子就拿回去了 过了两天又来了 王安石问说 毛巾用的还行吧 他说 那炮牙不值几个钱 我爸拿到市场上卖了 王安石听 什么 你把那卖了 赶紧叫手底下人用原价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 拿了一个小刀 把这毛巾的边上来 给他剃了剃 里边露出了黄金 这毛巾啊 是皇帝赐给他的 是宫里用的东西 值了大钱了 就让你爸一块钱就卖了 好嘛 王安石给你这毛巾的意思就是 我给你的毛巾 那是值钱的 不是说王安石的毛巾 是这玩意儿有内涵的 就让你这么卖了 好在还给赎回来了 这千万千拿回去 通过这种方式 救济他 就 他退居之后啊 虽然不做宰相了 但是他更接触了底层的人 这种很善良很悲悯的心啊 始终是在他心里边 他搞改革变化 不仅是为了老百姓 为了国家 他原来的一个学生做了官 知道王安石有哮喘的毛病 这哮喘用什么字比较好 有一种参 人参的参 有一种参 叫紫团山参 非常昂贵 给王安石送 老师 吃了这个参 对智孝喘有好处 王安石说 不要 你拿走 谁说病重要啊 我又不是给你送礼 王安石说 我没这玩意儿 不是也活到现在了吗 保不齐吃你这玩意儿之后 还能活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 这是开玩笑的话 绝对不要 通过这些事 你就能感受到 王安石这个人 在离开官场之后 他的个人的这种 人格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他在官场上的时候 是一刚直不阿 斩钉截铁 绝不丧失原则的人 而离开官场之后 他变得非常的随意 应该说这两种存在 都是真实的存在 是统一在他这个人身上的 我前面曾经说过 他是个很简单 很率真 很率直的人 旧相公王安石一心变法 退休后的王相公 沉浸于文学和诗歌的创作 并由此创造了一种尸体 半山体 轻心养智 随意洒脱 然而 在这轻松诗意的背后 王相公还有什么样的难言之苦呢 王安石是一个大文学家 大家都知道 我们前面也讲过 是吧 他写了很多的翻案诗 他也写过很多的文章 可是到了江宁以后 随着他生活和心态的变化 他写了很多的小诗 写得特别好 后来人把他叫做半山体 也叫王静公体 念其中的一首 梅花 墙角树枝梅 灵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雪 未有暗像 写句啊 你能想象到是王宰相写的诗吗 非常细腻 在这么寒冷的冬天 在这么孤独的墙角 他依然的绽放着他的清香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人格的象征吗 虽然我现在在被人冷落的墙角 但我的本质是梅花 梅花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灵寒独自开啊 越寒越冷 我欲要绽放 我绽放我的清香在人间 这清香是什么 就是作者的人格 可这诗写的非常的小巧 非常的有意境 他推行改革变法的时候 雷厉风行 他要写出那种清新可人的小诗 一样能够沁人心脾 这就是大财 对不对 偶一为之便是佳作 没辙 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家说 照你这么说 王安石活得挺轻松啊 是不是 都快成半仙了 是吧 住在半山园里头 不叫王半仙算了 这就错了 你不想想 王安石的个性 本身不是个半仙的个性 他不可能完全的放松自己 这期间 他写过一首诗 叫六年 就指他被霸相以后到现在 六年的时间 六年湖海 老清寻 千里归来 一寸心 希望国门骚短发 九天攻阙 五云深 六年了 离开朝廷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的心 还是永远向着朝廷的 希望国门骚短发 我天天的就朝着开封的方向 我就在想 最近又发生什么事了 骚短发 挠得这头发都掉光了 变成短发了 九天攻阙 五云深 在那遥远的都城 首都 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很操心这个事 到宋神宗的原封七年 公元1084年 已经六十多岁的王安石 患了一场很重的病 昏迷了两天 神宗专门派御医 才把他抢救过来 他自己有一首诗 写了他当时的病况 看起来是背上升窗 而且有中风的迹象 这次大病过后 王安石觉得这半山园 和他有的那几百亩地 都成了累赘 就把这半山园 给舍出去 把它变成一座寺庙 神宗专门给他提了寺庙的名字 叫豹宁禅寺 他自己不愿意再去盖什么房子了 就在秦淮河边上 租了一间民宅 住了下来 到了夏天的时候 我们知道南京是很热的 没办法 在外头搭一个棚子 就住在里边 我们刚才说 王安石仿佛活得很快活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 对自己的强行解脱 对于一个主持变法 数年之久的宰相 对一个对国际民生 如此关注的人来讲 这种潇洒的活法 在很大程度上 一种无奈之举 应该说 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 毕竟改革变法 越来越深入 肯定也越来越艰难 他也不知道现在的神宗皇帝 到底怎么样 说到这儿 神宗倒还真没辜负他 虽然王安石人离开了 但王安石的精神流下了 特别是王安石 关于改革变法的 一系列的举措和思想 深刻的影响了神宗 可是人算算不过天算 神宗能耐再大 也大不过天 可能是积劳成疾 在宋神宗的原封八年 公元1085年的三月 就在王安石被罢宰相八年之后 宋神宗去世了 中年38岁 非常年轻的一位君王 他的儿子赵旭继位 年仅十岁 就是后来的宋哲宗 因为年龄太小 就由当时的太皇太后 高太后设政 我发现天底下 这太后和太皇太后 都是保守派的同一策 这高太后一上台 就把司马光请回来做宰相 那还有好吗 司马光一上台 就把那老哥几个都请回来了 什么吕公柱 什么苏氏 什么苏哲 纷纷的安排到位置上 那些变法的人物 纷纷的贬逐 最要命的是 司马光一上来 其实他做宰相 就一年多就去世了 可是他没耽搁 他把这新法 一个一个的都给你拔了 原封八年七月 罢保甲法 十一月 罢方田军税法 十二月 罢示意法 宝马法 原又原年二月 罢清苗法 三月 罢免疫法 很短的时间里头 全部都取消 新法禁费 后来他们也扛不住了 没收入 怎么着 把清苗法给恢复了 还得靠那点利息 是不是 又过了一阵子 把免疫法也给恢复了 神宗的去世 对王二世打击非常大 他专门写了吊宴的诗 吊宴这位 一直支持他的 在他心目当中的明君 但他更担忧的是 新法的命运 后来等到 新法被废的时候 前面那几种法令废的时候 他反应还不大 等到后来说到免疫法被废之后 这个法我们前面讲过 等到免疫法被废之后 王安石受刺激非常大 他长叹一声说 怎么连这个法也给废了呢 这个法当初我和先帝 商量再三 反复磋商 两年之久 才开始实行的 如果连这个法都废了 那真是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对他的刺激非常大 曾经叱咤风云的 六相公王安石 和退休后 潇洒平易的文人王安石 让我们看到了 千古名人王安石 全面的性格特征 而王安石去世之后 又是怎样一个境遇 他的政敌司马光和苏氏 又是怎样评价他的呢 宋神宗去世一年以后 在宋哲宗元宥元年 公元1086年 四月初六 王安石去世 一代名相 应该说 随风而去 王安石的身后是很辽络的 这是大家很难想象的 他的葬礼没有人来 只有他的弟弟 和极少数的门生 来到了这个葬礼 当时有人记载说 凡是他的门生顾利 原来他的门人 为了避险 都躲开了 因为当时正是 司马光上台的时候 新法全部都被废了 凡是跟新法有关的新党人物 也全部被贬了 这时候谁还敢说 自己跟王安石有关系 他去世了 朝廷是怎么态度呢 也很微妙 司马光当时已经做了宰相 但是还没有到开封去 他还给朝廷写了一封信 说 王安石这个人 学问和道德都是没得说的 可惜的就是这个人 总喜欢声势 总喜欢拨弄是非 所以弄得最后身败名裂 但是呢 有一点 现在正是整顿刚技的时候 这不是新法废了吗 旧党人物上台了 在这个时刻 应该对王安石 有比较重要的表示 我不能把他一棍子全打死 在司马光的这封信里面 他重点提出 现在正是那些 变化多端的小人 鼓噪弄蛇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的人看着新法 他占了上风了 他投机新法 摇身一变 变成新法人物 那么现在旧党人物上台了 他有可能投机变成旧党人物 司马光特别提出 就在现在这个当口 要特别提防出现这样的人 所以对王安石 朝廷给他应有的地位和待遇 这主要是为了纠正社会风气 不能让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 占了上风 所以当时朝廷决定 赠给王安石太父的名号 太父本来是一个高官 是三公之一 三公九寝 当后来到了唐宋的时候 这太父成了一个虚贤 他是正一品的官 一般官员退休了 去世了 给你赐一个 或者赠一个太父的名号 来表彰你的功训 赠给他太父的名号 需要有人写一篇质文呢 就跟我们说的下个文件呢 这文件谁写的 苏氏 你瞧这事多有意思啊 这一个司马光 一个苏氏 这是在反对王安石的人里头 是大家最熟悉 最有名的两个人 都是大文学家 大史学家 司马光的这封信 表现了他最大的善意 他没打算结仇 应该说他的评价 是比较公允的 但是我们不能认同说 王安石是喜欢拨弄是非的 是喜欢生事的 是喜欢身败名裂的 这我们不能同意 在他那个时代 他能这样评价 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他是宰相 他这样说 等于是定个调子 那么在这篇质文里头 苏氏是怎么写的呢 这是个难题 苏氏就说啊 纵观古今啊 凡是能够做非常知识的人 必有非常之才 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 王安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这个伟大的人物 能够变风俗 能够起心法 他曾经独占凹头 众人以他的马首是瞻 成为一代之领袖 到这就打住了 没说他干嘛 只是说他才高 做了非常知识 有非常之才 而且呢 学高一时 名垂千载 曾经为领袖人物 至于到底领袖了什么 他没说 苏氏的这篇质文啊 也体现了他的水平 就是我肯定你应当肯定的 至于我不能认同的 人都去世了 我还说什么呢 保留不同的意见吧 但总算是一个交代 大家说 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是他身后挺辽络的 是啊 这是朝廷出名 这么大个朝廷 宰相去世了 再没点表示 那是朝廷吗 又不是狼 我觉得不管怎么讲 这都是北宋王朝的一个悲剧 在那个时代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那个能力 水平和勇气 对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 做出公正的评价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北宋王朝一段黑暗的时间 王安石搞改革变法 肯定有错误 这我们从来都没否认过 而且有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错误 无论是政策本身 还是他的用人 还是王安石这个人 在对待同事关系上 对待某些人物的处理方面 他都肯定会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 有些问题甚至直接伤害到了变法本身 对不对 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英明的人物 肯定是他的主要的方面在影响着历史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这样一个人 我们根本不可能期待 司马光 苏氏 宋哲宗 以及其他很多很多当时的人 对他做出应有的评价 但是我们不发愁 王安石 生活的那个时代 没有给他公正的评价 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但王安石本人 我相信他自己也未必认为自己 千秋功过 自有人来评说 当时没有人给他这样一个公正的评价 并不意味着历史不能给他一公正的评价 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是要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才能显示出来的 我们会给王安石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个评价是什么 就是我们下一集 接着要讲的 他生前叱咤风云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震惊朝野 身后却毁欲惨烦 无数人为他争认的不眠不休 历经九百年的风中雨雨 王安石如何让大家最终得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名字 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进行关注王安石大结局 第二十二集 千秋公罪任平说